新加坡人爱吃 在街头巷尾更是有着无数的熟食中心 曾经是马来西亚一份子的新加坡 在美食上和我国相近 炒果条 海南鸡饭 各式粉面 各有各的秘方 各有各的传承 但是随着老一辈的小贩业者渐渐老去 年轻一辈却不愿接手 导致当地的小贩中心也开始走向莫多 在新加坡要找到和我国相似的小贩中心 一点都不难 街头巷尾有的方 有的圆 上百个摊位排列其中 售卖着各式各样的热食 炒果条 海南鸡饭等等 我们这里熟悉的口味 也一样能在当地找到 然而这个街头巷尾都能找到的小贩中心 还能维持多少个十年呢 当小贩业者渐渐老去 年轻一代又不愿接手 小贩中心内的摊贩也慢慢减少 我们在一段階段 我们发现很多的摊贩都退下 而不足够的年轻人 帮忙进入摊贩 这就是个恐惧 因为摊贩食物是一部分的 七十二岁的炒果条小贩陈先生 就面对了自己的小本生意 无人传承的窘境 这让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他 难过不已 今年初新加坡政府成立了 一个小贩中心3.0委员会 希望能够从旁协助 延续新加坡独有的小贩文化 就看这个委员会能否阻止 小贩文化逐渐没落了 NTV7综合报道